欢迎来到美厅,天道三计,有一个人就废了。 曾国藩曾经总结过,人想过好这一生,一定要警惕人生三计,天道计巧,天道计赢,天道计二。 名垂青史,令人称道的曾国藩,其实也曾平庸过,他不是天生出类拔萃,而且还出身相野,他的一生都在遭遇大大小小的危机。 但最后,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、三不朽、为师、为将、为相,一完人说的也是他。 他的本事,全是在一次次的挫折与坎坷中修炼出来的。 人生三计,便是被称为半个圣人的曾国藩,留给世人的警示真言。 一、天道计巧,笨拙是一种被低估的天赋。 有学生曾向国学大师南怀锦先生请教,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。 南怀锦说,一个笨人,一个不玩手段,对人做事都非常诚恳的人。 曾国藩的一生就在权势,笨是一种被低估的优势。 同时代的左宗棠,秀才,举人,一考旧中,玩一些出生的梁启超,更是少年得志。 相比之下,曾国藩却考了七次,才考上秀才,还是个莫等秀才。 连续六次的落榜,连曾国藩自己都觉得自己笨,感慨上天,没给他一个能和雄心相匹配的聪明大脑。 据说,当年他在家读书,有个小偷恰巧藏在他屋子里,小偷原本打算等曾国藩睡着了偷东西。 结果一篇短短的文章,曾国藩怎么也背不下来,最后小偷都背毁了,不但当着曾国藩的面背了一遍,还气得大骂,你这么笨,还读什么书。 不聪明的曾国藩在读书考试上,只能下笨功夫。 读书时,不读懂上句,就不读下句。 读不透一本书,就绝对不读下一本。 考试上,他研究历年考题和范文,反复对比自己的文章,总结出一套硬式技巧。 这样的笨功夫,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 让中举之后的曾国藩仿佛开挂一般,也就两三年的时间,他一路考进汉林院。 不仅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,还收获了皇帝和军机大臣的赏识,为他不久之后的十级连升埋下了伏笔。 这看似一飞冲天,其实背后藏着的是千锤百炼。 相比之下,同期名列前茅的左宗棠,却因为屡次考不中进士而放弃科举之路。 喜欢下笨功夫是曾国藩做事的底色,但偏偏是这番笨功夫赋予了他干什么就成什么的本事。 所以,后来曾国藩会说,天下知智桌能胜天下知智巧。 胡氏说过,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,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,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数人。 有多少聪明的方仲勇,最后却只能庸碌地过完一生,又有多少笨拙的曾国藩,踏踏实实地走向了人生高光。 人不怕笨,最怕的是自作聪明。 笨拙的人不会取巧,也因此不放过每一个细节,把所有的路都走了一遍。 看似笨拙,反而打捞了基础,也打通了前路。 二,天道即营,你有多谦卑就有多高贵。 尚书有言,满招损,千授意。 历史上的曾国藩是非常谦虚的人。 他曾说,天地间,为千锦,是在福之道。 但其实,年轻时的曾国藩性格高傲,促使他学会谦虚平和的,恰恰是他栽过的跟头。 进京做官前,祖父曾经嘱咐他,你的官场之路可以走得很远,你的才华也很好,只是,你最好改掉骄傲的毛病。 可惜,刚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汉林院,还比其他近世年轻了快十岁的曾国藩听不进去劝,他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。 出道京城做官,他喜欢写文章批评别人,来显示自己的直言不讳。 地位越高,他往往骂得越狠,而他这么做的后果,就是得罪了许多大人物,最后甚至惹恼了皇帝。 也因此他几乎成了惊失,人人唾骂的人物。 甚至是他后来创立乡军,他依然因为高傲的性格,看不上其他官员的能力,直接越过他们自己干,落得和地方官场关系紧张。 就这样,他仍然不知悔改,从没想过自己有什么问题。 直到他被拿掉兵权,栽了大跟头的曾国藩,才开始反思,为什么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,为什么所有人都针对自己。 他拿出自己以往批评别人的文章反复品读,才惊觉原本自认为的直言不讳,竟然看起来自自刺耳。 他意识到,自己锋芒毕露的性格有多糟糕,多伤人。 后来曾国藩说,天下古今之才人,皆以一傲字致败。 等再次出山时,他几乎是脱胎换骨,整个人变得谦虚低调。 他会在上任后,给地方官员、将领,无论职位高低,都写去诚恳的慰问信,请求对方指点。 对待皇帝,他更是放低姿态,一改曾经的高傲。 后来,曾国藩能长胜不衰,成为半个圣人,正是凭借着这股谦虚。 卡奈基说,当你锋芒毕露,周围人就站在了阴影中。 越是厉害的人,其实越懂得把自己的姿态放低,因为傲气,只会让人止步不前,时间久了,不进则退。 卡尔·纽伯特在《深度工作》中写道,人和人最大的差别就在专注、守恒。 曾经年轻的诗人,去给62岁的画家,雕塑大师罗丹当助理。 诗人原本以为,这位名满天下的艺术大师,肯定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。 然而,现实却是,罗丹每天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,一个人一整天埋头于画室创作。 他独自忍受孤独,这样过了一辈子。 后来,诗人写道,人若愿意的话,何不以悠悠之声,立一技之长,而真静自首。 曾国藩一生都在践行专注,有恒,因为他就是这么从万千普通人中脱颖而出的。 小时候的曾国藩,天资并不聪颖,也没什么学习的诀窍,只会死记硬背。 他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师,全靠专注,有恒。 他读书时,就全神贯注只读书,一本书没看完之前,绝不翻开其他的书,更不会去做读书以外的事情分心,既不娱乐,也不做其他事情。 后来他发现,阅读,记日记,这些好习惯,无形之中改变了他的人生。 他就每天读书,写日记从没有一天间断过,把这两个习惯坚持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 哪怕是他这个没打过仗的文臣,被临时推去前线作战,第二天就要和敌人兵戎相见, 头天晚上他还是卧在帐篷里,看书写日记到深夜。 哪怕是他父母去世,他忍受着悲痛为亲人守灵时,甚至是他自己身患重病,忍受着身体的疼痛时,他都不曾停下来过一天。 他把读书,写日记,坚持到了他去世的前四天,直到他再也没有力气拿起笔翻动书为止。 仿佛这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打破他给自己定下的规矩。 曾国藩用他的一生让我们明白,其实这个世界的规则很简单,就是定下规矩后,简单的事情重复做,重复的事情用心做。 在持之以恒的努力下,世界会为你让路。 所以,他后来会说,凡人做一事,便需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,首尾不屑,不可见以思迁。 做这样,想那样,做这山,望那山,人而无恒,终身一无所成。 罗曼,罗兰说,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,去凿许多前景,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,去凿一口深景。 真正的高手,都懂得在一个赛道里,一心一意地去生耕。 而很多人欠缺的,既不是勇气和机遇,也不是聪明才智和执行力,仅仅只是持久的专注力,是一颗坚持到底的恒心。 杨将曾说,世上唯一不能复制的是时间,唯一不能重演的是人生,该怎么走,过什么样的生活,全凭自己的努力和选择。 而曾国藩用一生的时间,从没什么天赋的普通人,到一步步地靠着自己的努力和选择,走到了晚清重臣,获得了镇骨朔金的成就。 他用传奇的一生告诉普通人,想要过好人生,请警惕人生三计。 天道即巧,天道即赢,天道即二。 愿你在人生道路上,都能踏踏实实地学本领,不投机取巧,老老实实地做人,不骄傲自满,专注生耕与异行,不三心二意。 订阅美听,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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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